副人坐在座位上 還有保全在一旁戒備 捷運警察一上列車 立刻要求他下來 並想到對方卻沿路 大聲咆哮 兩名冤警左右護法 連拖帶拉 嘗試把富人帶離捷運月台 下一秒還故意蹲下來 展開拖延戰術 怒恰警方不把公權力 放在眼裡 玻璃是大人好無奈 費了好一番功夫 終於把人帶到辦公室 但是他口出這番狂言 讓在場遠景聽了忍不住 笑了出來 13號下午3點多 這名紅營婦人大鬧台北捷運車廂 全都是因為現在正值防疫期間 他卻不肯戴上口罩 背勤煞車還一派輕鬆 翹起二郎腿 一名富人從捷運市政府站上車 卻因為沒戴口罩被其他旅客通報 都來後不但不肯配合查證身份 甚至還說疫情是假的 努力才要戴口罩 國外都已經解禁了 下場就是吃上法單 不聽勸導者會依傳染病防治法 相關規定開罰3千元至1萬5千元 雖然疫情漸漸趨緩 但是依照最新的防疫規定 就室內運動拍照同住家人騎車開車 從事直播在室外空曠處工作 或是在山林海域活動 才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捷運載客量大加上車廂屬於密閉空間 病毒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到處傳播 幸好這一回警方火速將五兆富人請下車 才沒有影響到其他旅客搭車權益 近新聞陽性的黃偉濤採訪報導